是在LED灯泡需求持续攀升 还有欧美订单大量挹注之下 预估全年LED灯泡的出货量 有机会超过500万颗 展望明年 东北指出随着厂房扩建计划 提前在今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规划 也看好明年第一季的LED灯泡产能 可以扩增将近一倍 明年全年的出货量 要有机会挑战1000万颗